冷门却非常强力的OB角色 巅峰局选出来随便赢 你心动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尤泰 这一期的话 给大家带来是一个画家的 一个细致的一个教学 那么这一期视频的话 有好几个视频 制作而成 然后主要来讲 就是一个画家的意识 那么我们玩画家的话 如果说储物没有抓我 我们反正不管有没有抓 你都是要尽快地去吸出一幅画 你的视野一定要盯着它的正面 这个要注意盯着它的正面 所以我们一定要转视角 你的视角很关键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把画吸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这把电击不太够 然后我们的话 过来辅助一下遛鬼 然后这边画救下来之后 够了 我们本身的话 是过来辅助救人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直接放一幅画 为什么放一幅画 因为我们要提前布置好 然后这边让基业师 直接吃刀走走大门 然后我们强点 强点的话 你一定要注意屠夫 很可能会犯罪 那么果然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勾引他 这个时候他看画 然后所有的队友 全部在大门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撑住 然后画画的时候就无法回头 然后这边看 一定要看交飞轮 这边的话 每一部细节都至关重要 如果说我们撑得不够久 那么屠夫的话 这个直接打死我 这种船小门 是很难受的 然后这边的话 刚好赶快放画 这边红蝶给机会了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待着 就等他看这个画 然后这边的话 队友三个队友 都是在大门 都在大船 那么赶快就是说 我们要拖时间 然后这次话 我们溜不动了怎么办 我们就往海里面 坠里面死 那这边的话 红蝶好像可能怕我抢点门 然后我们就往海妹这边死 然后这把的话 其实看起来 其实平平无奇 但是细节的话 还是会有一些的哦 那这边的话 我们在倒地之后 就撑到这个三个队友 够走门咯 那这样的话 就够了 那么好 我们来看第二把 第二把的话 这把的话 是这个调老师 面对一个破轮 那这把破轮的话 靠中场 干扰我那么赶快吸 我们也要找角度 找这个角度吸 然后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是会帮忙去OB的 因为这边的话 他一个瓶酒还没有喝 那么我们要做的目的 就是尽可能去拖他 这个酒的时间 然后这边调老师 上天层次 窝图不及了 那么看他们扛个刀 或者帮忙 这边话打调老师了 打调老师了 没关系 我们留着下一波机会 行了 那这话吸一幅画 那这边的话 画就画 画就画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留着一幅画 然后备用着等下一波 那这边的话 我们边画画边撤退 边撤退 然后我们拔个刺 因为我们等一下 还需要帮助呢 然后我们就还是不要休机 虽然说电机差了很多 但是呢 我们要保活他 我们这样才能赢 就会过得一个更大收益 然后我们提前布置好了 因为我们要让他进教堂 就记住 反正玩什么样的局 都是一样 其实这把 这个游戏六鬼 非常简单 有的公式套进就行了 就比如说绕什么医院 绕教堂 那这边的话 我们拔完次 然后去画画 这样的话 画就会有第二个画 就开始画好了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先走走 先不着急 要卡鞋 然后打一刀 直接扯 扯完之后看画家 看这个调女士 调女士喝酒了 没关系 这次的话我们扛刀 因为他这边的话变形 那变形无所谓 就要跟他绕 然后我们在这边的话 滚我一下 没关系 我们死了无所谓 然后再放出一幅画 这样的话 然后这一波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走了 因为没有办法 可以帮他了 那这的话 只要靠自己 然后这边画 屠夫绕圈圈 然后屠夫变形 变形的话 瞬间就看画 那这边两幅画 那他调女士 久就能回上 久回上之后 脸上还有一幅画 你看你画 看你破轮 看不看 那破轮画 发现好像我在翻翔子 他很不爽 干什么 破轮 那这边画 换节奏 可就给机会了 破轮 直接闪现 那这边画 那这样的话 做到一个调酒师 就是说一个换挂 然后他再让他拔刺 那么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就是有个重生的一个机会 那么我们来看 这边的话果然 就是我们已经撑到电机压好了 那我们开机 然后这边的话 等破轮过来 我们再开机了 勾引他 来呀 小破轮 哎呦喂 滚我一下 没关系 我们手里 等他变形的话 我们再叫飞轮 来盖个板子 想堵我 飞轮 我们只要把飞轮交出来 就是二阶刺 我们只要把飞轮交出来 就无所谓 那这边的话 再翻个箱子 给你听一下 杀不杀我 果然杀我 那么我们就勾引一下 然后我们就 送你到非常漂亮 那这边直接裂开 其实无所谓 我们这边的话就勾引去了 然后一定不要贪 飞轮来打二阶最好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波 然后这边的话捷克 捷克的话 我们救人看好我们这个飞轮怎么交 同样的位置 但是不同的操作 我们先放一幅画 直接这个让他显影 因为这边的话 外面电机是有七八尺的 然后我们一定要 确保能稳救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先放一幅画 用百分百这样子就能救了 然后我们不着急 我们卡鞋 卡一会儿 骗他让他回去 然后不着急 看他抬手 飞轮 这样的话就把它交掉 取消冲 取消冲 去捷刀刀刀 去捷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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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快死了 骗他一下 哦果然出刀 没关系 我们继续画 然后这时候就贴着他画 电机又已经压好了 所以说我们的画家 你看看这个强度能力 就是挺强的 开门站的话 也是不怕他的 然后这边画 直接放空地放画 然后开画 一开画立马就开机 怎么不关系 你画什么呢 画什么也没有用 我小笨蛋 干嘛想杀我呢 骗他一下 停顿一下 我们这边看完光 哦在外面 哦呦想杀我 看得出来这杰克 好像急眼了 然后再运回回来 哦呦 他可能像画闪现了 这么一开的话 狠狠的闪现 那么赶快走 杀不杀我 好像没有杀我 那么往回走 然后我们 绕去大门 这样的话 因为他屠夫可能有传送 我们往大门走 门已经开了 就无所谓了 所以说我们画家的话 就是说 后面的话 保人一个slow 大家一定要清晰 尽可能去吸画 然后放一幅画 扛一刀放一幅画 然后往空地画 所以画家真的很强哦 好喜欢我视频的话 可以帮我点赞哦 谢谢你们 by bwd6 by bwd6